大家好,我是阿燃 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GV的新更新 首先就是车店外面的车辆换了 没错的话,应该是雪佛兰车型 看着看着也挺不错的 接下来是一台敞篷的小跑车 这台车的外观上有点高级 就是有点太便宜了 这台也就是Infinity车型日系车吧 这台车外观有点老旧 不过这台车也是蛮好看的 这是Audi的新车 这次更新应该是更新了不同配置 现在带大家来看看这次更新了什么新车 这次更新的新车多数都很贵 这次更新也有很多新车 同时也少不了限量车型 外面是在干啥,一直按打发 看到有VMAC的地址就是限量车型 现在就带大家去看新的地方 我忘了这台车是又假的 走吧 我们出发咯 先说明一下我带大家去一部分的新地方而已 这边直走就是了 经过警局和消防局再往前走 一直到你看到有站 同时可以看看这美丽的风景 快到了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另一个景点 我们需要往前走 我们需要往前走 直到看到一座桥 就是这里 你可以把车停在这里 然后下去打卡拍照 就像这样 就像这样 把车停好后 就下车拍照 这风景多么漂亮 好了 我们去下车停在这里 我们去下一个景点 这里玩进去 再直走就到了 这里应该算是个工厂 工厂做的还是蛮大的 这里应该是垃圾厂吧 咱们进去看一下 好多包飞车 这台应该是马自达吧 这台不会是老款大众 好多包飞车 后面还有 这不会是那个警报器吧 咱感觉这里可以拿来越野 好家伙 又是包飞车 这咱感觉是被挖出来的 这车还在冒烟 这个垃圾厂蛮大的 下集来一集越野 好吧 今天我们就到这边 拜拜 拜拜